塞尔维亚总统视察了赛军第三防空师第250防空旅 而令人惊奇的是 该部队还曾有一个文明世界的战果 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辉煌战果呢 近日塞尔维亚总统阿列克·桑达尔武切奇 视察了赛军第三防空师第250防空旅 而最令人惊奇的是 该部队还曾有一个文明世界的战果 那就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一架美军的F-17被赛军击落 这标志着多年来 美国空军吹嘘宣传的隐身战机 无法被击落的神话终究破灭 而此次武切奇总统视察该部队时 也送给了他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 一个奖杯 这个奖杯恰恰正是用当年 内架被击落的美军F-17战机残骸制作的 而这个特殊的荣誉恰恰就是这支部队亲手争取来的 正是由于F-17怪异的气动设计 全都为了隐身 因此它的速度慢 机动性很差 当时还隶属于南联盟防空部队的第250旅 就利用了F-17这一弱点 先是发现后 只保持预警雷达 持续静默掌控F-17的飞行路线 然后在骑航线上提前部署SARP-3导弹 当F-17飞入到SARP-3的有效射程后 再辅助以火控雷达持续跟踪 并立即发射导弹 以最快的速度打了美军飞行员一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成功干了美军一个大票 该部队最新的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接收了从俄罗斯进口的凯甲S-2 正是由于第250旅 有令塞尔维亚人非常自豪地对美军骄傲战绩 因此把首批铠甲S-2交给他们使用 也算是好马配好安的最佳配置 当然 还有塞尔维亚总统及赛国人民 对该部队需以再接再利的最大家许 近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F-35联合项目办公室的官员表示 如果F-35战斗机需要保持超音速飞行 其飞行震动可能会引起战机尾部的损坏 美军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只能对F-35战斗机进行限速 看看这样的话 F-35似乎又换上了F-117速度慢 机动性很差的老毛病 但该战机最新爆出的这种天生缺陷 不得不引起美军飞行员的普遍担忧 一位美国海军飞行员评论说 这一问题不仅会影响F-35躲避敌军侦察的能力 这将导致F-35战斗机作战价值的直线下降 限速之后的最大后果 就是彻底暴露给敌军当成了火把子 如今塞尔维亚铠甲部队已经收到了奇特礼物 这可是用塞尔维亚铠甲部队 自己打下的美军隐身F-17残骸当成的奖杯 世上唯一打下隐身战机 光荣的塞尔维亚防空精锐部队 吸收奇特礼物 俄罗斯网友评论 美军F-35F-2在暗中瑟瑟发抖